人体的头颅可不可以像器官一样进行一体移植呢 有一名来自意大利的外科医生在中国大陆挑战了这样的手术 他们宣称成功的在两具不同尸体上进行了换头的手术 这个手术时间比预期还短只花了18个小时 不过当然也引发了不少道德争议 电影《怪物》中的疯狂科学家试图用不同动物的肢体创造新生命 悬疑又惊悚 现在同样有医生想要挑战医学的道德和极限 这名意大利的神经外科医生卡纳维罗要挑战的是头部移植手术 这目前在医学界被认定为不可能也不被支持的手术 卡纳维罗在大陆找到了合作伙伴 而且还最新宣布成功完成换头手术 卡纳维罗表示他和哈尔滨大学的教授任小平合作 成功进行了前所未见的头部移植 虽然没有展现成果 但是外界也依照先前卡纳维罗提出的步骤 推想手术会怎么进行 头部重新缝合后患者还得至少维持好几周的昏迷状态 让身体慢慢复原 但这一切只是假想状态 目前为止除了手术团队外 没有人知道这场头部移植手术是怎么回事 更有不少批评声音 实际上在进行到人脑移植手术前卡纳维罗就不停地在动物身上实验脑部移植 像是猴子老鼠狗都曾实验过 不过实验品最后都无法成功存活 这样的做法也让他饱受批评 但是仍然有人支持 俄罗斯这一名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电脑科学家 就曾表示自愿接受头部移植 而现在卡纳维罗在完成首度尝试后 更表示未来要在活体上进行患脑手术 会不会真的成真恐怕是会引来更强烈的批评声浪 TV别新闻综合不到 而飞机除了可以拿来当交通工具 也可以是救人的场所 CNN医疗记者就要带大家登上全球唯一的眼科飞机医院 要来看看在空间并不大的机舱里头 医生如何提供偏向地区民众免费的眼科医疗服务 这间手术房有点特别 它不是设在医院里头 所有的设备都摆进一架飞机里 非盈利医疗机构 Orbis 他们的治疗主力来自世界各地的眼科医生 而战场就是这个有四间手术室 一间恢复式以及模拟训练设备的眼科飞机医院 WHO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 全世界有2.53亿人视力有受损需要矫正 而这些病患中有超过八成是可以预防跟被治愈的 重点是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因为有些疾病发现的晚真的没药医 飞机医院的运作方式是先在当地的医院做初步检查 找出最迫切需要治疗的病人 这次团队选了两位病人进行手术 医生从当地医院移驾到飞机上 病人也搭着救护车抵达停机坪 19个国家的医生准备就绪后 飞机上将进行一场医疗与教学之旅 飞机上的空间有限 设备虽然比未开发或开发中国家的医院还好 但跟先进的地区相比可能人略嫌不足 这时医生在动手术时就不能墨守成规 要能依据不同的环境做出变化 这群医疹医生除了要开刀 最重要的是要担负起技术大使身份 教导开发中国家的医生 全球每五秒就以一人失明 看不见世界的人约有3600万人 其中有很多的病患是生活在偏远地区 透过OBIS的眼科飞机医院 把先进的设备送到当地 将行动医院的理念传播全世界 TVBS新闻总和报导